MICROSOFT的使命是透過科技釋放不同的潛能 令到他們可以成就更多 實現更多 每年我們透過WeCare Day 希望全公司每個朋友 每個同事 都可以使用科技去幫助不同社群的人士 令到他們都可以感受到科技能幫助他們 今年我想大家都見到 無論香港也好 全球都面對很大的披震 更加令我們深信 Microsoft真的可以走多一步 我們希望透過WeCare Day 可以令到他們看到在這個數碼年代 身上看看他們怎樣可以透過科技 透過不同的網絡訓練 提高他們的數碼技能 從而可以做到一個共融的社會 今年是我們第一次以虛擬形式舉辦WeCare Day 我們分別有四個網絡研討會 由 Microsoft 和 LinkedIn 專才 簡介現時的就業趨勢 辦公室轉型的實例 甚至如何提升個人品牌 我們還很興奮邀請到一些行業領袖 分享他們對新常態的看法 和現時招聘的趨勢 各位的節目已經可以在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重溫 為了增添互動性 我們有過八位同事 當日Live 參與咖啡聊天室環節 和各位參加者交流心得 透過這一系列的活動 希望可以推廣我們的 Global Skills Initiative 鼓勵大家在新常態之下 可以自我增值一起去 Upskill Microsoft, LinkedIn 和 GitHub 共同推出了 Skills Initiative 為全球2500萬個求職者 提供他們在職場必須的數碼技能 在這個平台上 LinkedIn 綜合了數據 整合了全球十大的熱門工種 再配合 Microsoft Learn LinkedIn Learning 和 GitHub Learning Lab 上面所提供的免費學習資源 以及面試的技巧 令到求職者更加能夠掌握到 他們所需要的數碼技能 以及面試技巧 幫助求職者得到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 在這個數碼轉型的大趨勢裡面 各行各業其實都加入了科技的元素 幫我們去提升我們的效率和生產力 所以無論是求職者 還是在職人士 我們都要記緊抱著Growth Mindset 即是我們一個成長的心態 等到我們不斷去學習 令到我們可以學習更加多科技 幫我們去成就更多 踢出個未來 Microsoft 伴理飛行